高冷帅气多金的副总 竟然在一夜之间失身了 让他愤怒的是 那个胆大妄为的女人睡了他 居然还跑了 总统房里 床上躺着一个男人 身材挺拔精硕 面容俊美无双 这就是他踢架了两年的人吗 没想到他这么年轻俊美 苏慈咬了一下红唇 然后摸索上去 爬到了男人身上 他开始解他的皮带 这时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拽住了他的手腕 用力一扯 他直接跌趴在了男人的身上 男人质烫的呼吸 喷勃在了脸盘 嗓音低沉 冰了 你是什么人 苏慈心头一紧 直接抚摸了一下他的嘴唇 嘘 别问 问我就是你老婆 最后直接亲住他的嘴 吻得温柔自在 苏慈的手很放肆 直接触碰到了他的胸膛 男人用力一翻 把他压了下去 这是你自找的 朝他的脖子狠狠地吻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 傅男成醒了 发现昨晚那个胆大包天的女人跑了 瞬间就怒了 眼里充满可怕的力气 睡了他还脚底抹油地跑了 一句交代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 手下匆匆地跑来 总裁 查到昨晚的女人是谁了 他穿好了衣服 声音冰冷 谁 是太太 傅男成疑惑 什么太太 两年前 老夫人做主为你娶的苏家女儿苏雪 傅男成的眼神瞬间阴沉 可怕得要杀人似的 随后 转身就去御园 另一边 苏雪看见他的脖子上 全是痕迹 立刻变脸 昨晚陪我老公睡得感觉怎么样 开心得很吧 这些都是他老公种下的 本该是他的 可惜他不是储 演绎苏慈了 他抬毛 你交代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现在能把我奶奶放了吧 苏雪咬紧牙关警告他 昨晚的事情 你烂在肚子里 如果你敢把跟我老公睡的事情说出去 你奶奶就死定了 傅男成现在成了傅家掌权人 你的替身任务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要做回傅太太 苏慈这才知道 那个神秘的傅家掌权人 就是傅男成 两年前 苏雪嫌弃 她是私生子 让自己替嫁 现在 他又想做回傅太太 这时苏雪抬手 将苏慈右脸上的粉底给擦掉了 很快一道长长 那猙獰的疤痕 就露了出来 问他 听到没 苏慈抚摸了一下脸 低声道 知道了 他在心里嘲讽他 丑八卦 忽然女佣着急的跑了进来 少奶奶 少爷回来了 苏雪警告的 看了苏慈一眼 此时 大门被拉开 傅男成走了进来 穿着一身纯手工的西装 突出他高高在上的卓尔鱼冷柜 苏雪美美而热情的迎了上去 娇滴滴的扑在他身上 老公 昨晚在酒店房间里 你将我弄得好疼 没想到 傅男成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冷若冰霜的开口 如果不想活了就说一声 敢将主意打到我的头上 苏雪觉得自己的手腕 都要被捏碎了 慌忙解释道 老公 是老夫人催着我们原房 给我下了药 我也是受害者啊 傅男成十分不悦的敏唇 又是老夫人 苏慈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心惊的看着 他早就听说 傅家这位掌权人 在商场手段凌冽强势 毫无慈悲之心 如果让他知道 是他将他睡了 他恐怕将万劫不复 苏慈转身就要离开 这时傅男成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 他抬头 一眼就看到了苏慈那道身影 站住 苏慈脚步一僵 心跳狂跳 他是发现什么了吗 傅男成来到了苏慈的面前 你是什么人 转过来 他压迫性的气场 实在太强大了 苏慈只好缓缓地转过身来 傅男成最先看到了 他那双黑白分明的成眸 目光顿时如刀子般锋利 是你 苏慈心里咯噔一下 糟了 他认出来了吗 傅总竟然以为 那一碗的女人 真的是自己的妻子 不料却是身边的小女佣 傅男成一直盯着他看 目光呆滞 他被他盯着 脖子上被咬的地方 好像被火烧一样 苏雪剑情况不对 立刻开口 老公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是新来的小女佣苏慈 傅男成居高临下地逆着他 不动声色里 透着几分探究和打量 小女佣 与他对视 苏慈觉得心慌 坦然地抬起头来 故意将自己右脸上 长长的疤痕 完全展露在他的眼前 少爷 你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我是这里的女佣 傅男成微微醋眉 这张脸的确不是 那你刚才跑什么 少爷 我没跑 我只是想去厨房干活的 傅男成盯了他几秒 他在房间里看到的脸 就是苏雪 可在苏雪面前 他竟然会认错一个小女佣 他声音冰冷 下去吧 苏慈转身走去厨房 傅男成丢下苏雪 上了楼 苏雪也进了厨房 十分的愤怒 苏慈我警告你 以后少在我老公面前晃 苏慈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我可以不晃 现在就走 但是你们要放了我奶奶 苏雪对他大吼道 任务还没有结束 我已经说了 你是这里的女佣 我老公看不到你会起疑的 你先在这里做女佣 他勾唇一笑 那你最好使出浑身解数 快点坐稳了傅太太的位置 你应该也不希望 我待在这里看你的笑话吧 苏雪气急败坏地瞪着他 说不出任何话 突然发现 一个丑女的眼睛 竟然会这么漂亮 他凭什么长得 和他重金整的脸一样 大师不是说母板 是他在帝都街头偶遇的角色少女 苏雪走时得意地骂了句 管好你自己吧 丑八怪 交代佣人 把苏慈安排到最小的女佣房 给他做最脏最累的活 他回到了女佣房 坐在镜子面前 看着自己脸上 这道长长的伤疤 留在这里 就要面对那个男人 但是为了奶奶 非这样不可 好在傅南城 不知道他真正的长相 虽然他是苏家的亲生女儿 但出生就被抱错了 他们找回他后 嫌他在乡下长大 没见过世面 脸上又有疤 不想正式认他 只把他安排在保姆房 受尽冷眼 苏家的二女儿苏雪 尤其喜欢欺负他 在他想要回乡下时 复苏联姻又开始了 苏家抓走了他的奶奶 让他做替身 他处处受制于人 苏慈脸没遮住了 谋底的含义 他一定要将奶奶救出来 傅南城回到主卧 冲了一个冷水澡 然后穿着黑色丝绸睡衣 站在了落地窗前 浅尝了一口红酒 片刻后放下红酒杯 躺在了柔软的大床上 这张床是苏雪睡过的 睡了两年 傅南城闻到了一股 若有四无的香气 香气袭人 犹在诊盼 昨晚他也是 嗅到这个香气 他竟然睡了一个好觉 这些年 他患有很严重的失眠症 但是昨晚他睡着了 是因为苏雪身上的香气吗 为了验证这一点 傅南城起身下了楼 很快 他就在客厅里 寻到了那道鲜柔的身影 苏慈正在客厅里修剪花枝 然后插入花瓶里 这时 一道沉稳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来到了他的身后 下一秒 两只大手搭在了他的腰之上 隔着薄薄的衣料 男人宽阔且精硕的胸膛 从后面贴了上来 将鲜柔的他搂在了怀里 苏慈雨节一颤 整个人皱僵 那怎么这么香 用的什么香水 英俊高大的副总 竟然有特殊癖好 不喜欢自己的老婆 而是喜欢身边的小女佣 原来是把他认错成苏雪了 苏慈立刻转过来 少爷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少奶奶 这时 外面传来了女佣的声音 少奶奶 这边请 苏雪来了 苏慈一慌 手指都被花得刺划伤了 傅南城这才发现 自己抱的是那个小女佣 不是苏雪 他微不可查地 猝了一下英俊的眉头 这已是他第二次认错人了 他连忙推开他 少爷你放开我 少奶奶来了 傅南城看着他惊慌不安的样子 他好像很怕自己 每次都低着头 不敢跟他对视 他低声问 伤哪里了 苏慈这才抬眸看他 有些迟钝和害羞 没事 谢谢少爷关心 他胡乱地抓着自己 柔白的指尖送入嘴里 清云一下止血 傅南城的眸色暗了暗 视线往下 落在了他的唇上 樱桃小口 水嫩嫩地 泛着天然斩男色的水红 这时苏雪走了进来 他一看到傅南城和苏慈站在一起 脸色大变 连忙呵斥道 苏慈 你愣着干什么 快点去厨房干活 苏慈飞奔着离开了 苏雪娇滴滴地看向傅南城 老公 我们去吃早餐吧 苏慈在厨房里 平稳着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刚才他心惊不已 还以为傅南城认出了自己 好在他只是抱错了人 现在他只想救出奶奶 不想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了 外面佣人命令道 苏慈 你把牛奶端出去 他端着牛奶来到餐厅 正好听到苏雪在说他的坏话 老公 这个苏慈就是乡下来的 大家都对他那张丑脸 必知不及 只有我心善 才留下他当女佣的 苏慈没什么表情 他都已经习惯苏雪拉低自己 他抬头看了一眼男人 傅南城坐在餐厅的主位上 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在看 好像并没有听到 苏雪在说些什么 白天苏慈去替大上学 放了学他 立刻出校门 站在路边打车 想回御园 可是这里根本打不到车 突然一辆豪车 缓缓停在了他的面前 后座车窗慢慢滑下来 露出傅玉那张俊脸 小丑女 打不到车吗 上车 我送你一程 苏慈愣了愣 只能上车了 谢谢 打开后车门坐了进去 傅玉向他介绍 小丑女 这位是我小叔 苏慈顺着驾驶座看过去 这人竟然是傅南城 他当时就后悔了 什么 傅南城是傅爵的小叔 这也太巧了吧 小说 这位是我同学苏慈 苏慈一直喜欢我 今天还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我读给你听听 说着 傅玉就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封情书 苏慈一愣 他什么时候给傅玉写情书了 一定是学校的同学恶作剧 用他的名义 写了一封情书给傅玉 这时傅玉生情并茂的 开始朗读情书了 亲爱的傅少 我真的好喜欢你 我喜欢你性感的嘴唇 想跟你亲吻 我喜欢你的六块腹肌 想扒光你的衣服 虽然我很丑 但是我很温柔 请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吧 落款小丑女苏慈 苏慈抬头 下意识里向前方看去 正好通过后视镜 与傅南城对视了一眼 苏慈心跳顿时加速 他不敢跟他对视 因为一对视 他就想起 那晚在酒店房间里 他手狠狠地掐着他的软腰 盯着他看的眼神 傅玉伸手搂住了苏慈的肩 小丑女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 好啊 那我们开始交往吧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苏慈忍着将傅玉踹下车的冲动 闭嘴巴 傅南城此时的眸子 胸狠阴利 狠狠地踩下了刹车 声音十分的冷漠 傅玉下车 他很疑惑 不解地问 小叔 我还没到 傅南城脸色更凝沉了 一字一句道 腿断了 自己跑两步 他们两个谈恋爱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在别扭什么 傅玉是很怕这位小叔的 他松开了苏慈 小丑女 那我们明天见 明天我带你去约会 小叔 再见 他下车后 傅南城踩下油门离开 现在豪车里 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男人没有说话 苏慈十分拘谨地坐着 半小时后 车子停在了御员门口 傅南城下了车 把车里的苏慈拽了下来 语气十分的烦躁 警告他 别去招惹我侄子 他是别人眼中 最瞧不起的替身 白天是丑陋 卑微的小女佣 晚上谢去伪装 甘愿做千亿总裁的情人 傅南城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 却无法入眠 床上残留的香气 已经完全消散了 没有香气 他又开始失眠 傅南城坐了起来 拿起电话拨了出去 让少奶奶上楼 楼下的苏雪 开心地跳了起来 连忙找到苏慈炫耀 我老公让我上楼 今晚我要跟我老公同房了 苏慈没什么表情 恭喜 他高高兴兴地说 快来伺候我沐浴 苏雪沐浴完 拿出一瓶大排香水 将自己喷得香喷喷的 苏慈羡慕吧 记住 一直是一个下见的替身 我才是真正的傅太太 说完他指刀气扬地走了 苏雪进了主卧 立马扑过去 娇滴滴的声音响起 老公 我来了 傅南城一直在等苏雪 等着他身上的香气 可是他扑来的时候 带来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他当即伸手将它推开 你身上是什么味道 为什么不是床上的香气 苏雪一将 床上的香气 这张床 他还没有睡到 之前都是苏慈睡的 他要苏慈身上的香气 这时傅南城迷起了 那双危险的狭谋 莫非 睡在这张床上的人不是你 天哪 他要发现了 他立刻远晃 是我 是我 刚才我只是泡了花半澡 香气被盖住了 傅南城的火气十分的大 那还等什么 快点去冲澡 我要原本的香气进来 不然这个傅太太 你也就别当了 苏雪感觉他今天心情很不好 连忙跑了出去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谁惹到他了 苏慈准备睡觉了 这时就看到脸色阴沉的苏雪 走了进来 你怎么又来了 傅南城把你赶出来了 苏雪很不情愿的命令到 苏慈 今晚你去陪我老公睡 他听到这话 瞬间僵住 沉默了几秒 才缓缓出声 你老公是叫你去陪睡 我不去 苏雪大口破骂 你不去 你以为我想让你去吗 要不是为了你身上的 他见他不同意 只能使出绝招了 拿出手机 给他看一段视频 苏慈 你想好了 你奶奶看起来挺关心你的 天天喊你名字呢 苏慈一看到奶奶就非常的紧张 让她没有理由不同意 只能答应 好 我去 苏雪露出了一个得逞的笑容 还要求他 绝对不能让他老公碰他 六点之前必须出来 不许和他老公多睡一分钟 苏慈眼眸垂着 滴滴出声 我知道了 他勾唇一笑 赶紧把脸上的疤遮一遮 别再吓到我老公 苏慈来到了女佣房 擦掉脸上丑陋的疤痕 还是卸了妆舒服 只是得小心 不能被他们发现了 苏雪一而再再而三的 拿奶奶威胁他 看来得赶紧找机会 查出奶奶在哪里 傅南诚躺在床上 十分的烦躁 那个小女佣 明明眼睛那么干净 竟然能写出那种情书 勾引他侄子 苏慈走了出去 来到了主卧 本来以为那晚过后 两个人不会再有交集 可是现在 他还要冒充苏雪跟他睡觉 苏慈小心翼翼地爬上床 睡在了另一边 离他远远的 傅南诚睁开眼 看向了身边躺着的身影 不悦道 睡那么远干什么 过来 睡我怀里 苏慈动了动 向他靠近 他直接拽住了他的手 一把拉在自己的怀里 他嗅到了那股怡人的香气 就是这个香气 问道 上次你还没告诉我 用了什么香水 苏慈脸上一红 如实回答 我没用香水 傅南诚玩弄他的头发 笑了一声 你是说 这是你的体香 他害羞地把头埋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少爷 傅南诚醋眉 迅速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破他抬起了头 只有那个小女佣 才会叫他少爷 苏慈心里咯噔一跳 他太紧张了 都忘记改口了 连忙解释 我就是第一次和你睡在一起 太紧张了 他勾了一下薄唇 那晚爬我身上的时候 不是挺大胆吗 那你应该叫我什么 叫一声 苏慈很不好意思地 叫了一句老公 如果傅南诚知道 他就是那个小女佣 会是什么反应 他一直搂着他的腰 怕他逃了似的 嗓音低沉 睡吧 苏慈轻声跟他道 嗯 晚安 他是别人眼中的丑八怪 竟还要当替身 与千亿总裁睡觉觉 苏慈一大早地就睁开了眼睛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六点了 完了 苏慈让他六点之前必须出去 不能多睡一分钟的 他迟到了 动了动响起身 但傅南诚有力的剑臂 估在他隐隐一握的软腰上 怎么这么早就行了 陪我再睡一会儿 他一直受失眠症折磨 没想到抱着他 竟然睡这么好 他想抱着再睡一会儿 苏慈可不敢再睡了 立刻睁开他的手臂 站了起来 我先起床 你再睡会儿 傅南诚猝了一下眉 不明白他为什么走得这么快 像是赶时间 就连他让他陪自己多睡一会 他都不肯 苏慈在脸上补好伤疤出来时 就看到了一脸阴沉的苏雪 苏雪对他骂道 苏慈 你为什么和我老公多睡了五分钟 是不是他的怀抱太温暖了 你舍不得 苏慈仿佛被戳中了心事 既然你这么不放心我 下次就不要让我和你老公睡了 好险 幸好他跑得快 差点来不及补妆 苏雪快要气到原地爆炸了 不过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身上喷的什么香水 把香水浇出来 为什么傅南城和苏雪 都问他喷了什么香水 苏慈挑了一下眉 拿出了一瓶香水 给你 苏雪同人一说 竟然是CC香水 这瓶CC香水已经被用空了 就是一个空瓶子 这么一说 他必须去买到这瓶香水 才能够上傅南城的床 苏雪的脸色变得猙獰 伸手就往苏慈的脸上扇去 你这丑八卦用什么香水 CC香水给你用了 都是浪费 巴掌呼过来时 苏慈抬手一把拽住了苏雪的手腕 他漫不经心的笑道 哦 给你用就不浪费了 那你倒是去买啊 这种顶奢品牌 苏雪球他妈那么久都拿不到 这个香八佬 指不定是在买偷的 苏雪想要发飙 但是这时 他的眼睛余光 突然看到主卧的房门打开了 傅南城走了出来 他诡异一笑 苏慈你是嘲笑我买不到 紧接着就尖叫了一声 整个人往后跌了好几步 苏慈 你干嘛推我 这时 一道高大挺拔的身躯走了过来 挡在了苏雪的面前 谁让你动手的 看着苏雪换了一副面孔 还自导自演了一出摔跤的戏码 苏慈就猜到了什么 正好撞上了傅南城 英雾冷酷的狭眸 他逆着他 眼里没有丝毫的温度 嘴里吐出两个字 道歉 苏慈语气很重 我没有推他 他是装的 我不可能道歉 苏雪柔弱地扯住了傅南城的衣袖 可怜兮兮道 老公 就是他抓住我之后 挥了我 他的目光如刀子 死性的嗓音 更加冷沉了几分 趁我现在还愿意给你机会 立刻道歉 他竟然对傅南城有期待 他不过是苏雪的替身 于傅南城而言 只是陌生人 现在 苏雪躲在傅南城的身后 被他露出了恶毒的胜利者微笑 苏慈沉默了几秒 走到苏雪的面前 伸手将苏雪用力地一推 伴随着一声尖叫 苏雪猝不及防地摔在了地上 苏慈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少奶奶 这一次才是我推你的 对不起啊 说完直接转身离开 傅南城也没有料到 苏慈会是这个反应 看着女孩清冷而倔强的身影 谋色健身 你 他回过头来 看了他一眼 少爷 我已经道不歉了 我下去干活了 苏雪气得浑身颤抖 狼狈地爬了起来 老公 他一个女佣竟然敢这么对我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傅南城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声音十分冷漠 苏雪 以后这样拙劣的把戏 别拿到我这来眼 苏雪尴尬死了 他居然知道 那怎么还 傅南城没什么情绪波澜 我刚才帮你 是因为昨晚你的表现 让我很满意 今晚继续来我房里 他一直将在原地 苏慈才一晚 就要把南城的心给抢走了 万一他暴露了 傅太太的身份也保不住 不行 绝不能让傅南城知道 苏雪当即拿出手机 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哇哇哭诉道 妈 你快想办法 帮我搞一瓶CC香水 苏慈 他就是靠那个味道 才勾引的傅南城 那头笑着说 薛薛你别急 香水 我已经托人去买了 至于苏慈 我和你爸准备把他嫁人 他听言勾纯一笑 嫁人 那女人呵呵笑 对 孙少有门路 能帮我们搭上线 CC香水的线 我和你爸准备了厚礼 让苏慈送过去 于是苏慈在学校里 就接到了黎兰打来的电话 黎兰约他去云丽大酒店 谈他奶奶的事情 他倒要看看 他们母女究竟想做什么 清勾了勾红唇 给苏雪发了一条短信 我忘带房卡了 你快给我送来 不然我进不去了 他是人人眼中的丑八怪 殊不知千亿总裁 被他慢慢所吸引 放了学 苏慈打了一部出租车 直奔云丽酒店 半小时后 到达目的地 往酒店里走去 这时 傅南城的车子 也停在路边 正好看见了他 他和宋秘书走了进来 又看见他家那个小女佣苏慈 走进了809号房 他不禁地蹴了蹴眉 然后紧跟着一个男人走了进去 傅南城问道 那个男人是谁 宋秘书低声汇报 死了两个老婆了 宋秘书一时也想不准 自家总裁在想些什么 他怎么觉得 总裁 好像对这个小女佣 有别样的心思 总裁 用不用把孙少弄出来 傅南城那张俊脸 引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 有点讳莫如深的 很快他博良道 不用 他自己进去的 又没人逼他 苏慈听到了脚步声 扭头一看 就看到了一脸猥琐的孙权 问你是谁 他一脸坏笑 我是孙权 小美人 你就是苏家送给我的后礼 说完向苏慈扑过去 他反应快 迅速躲开了 他唇角一笑 幸好早有准备 把整张脸都露了出来 又半张脸 有很明显的疤痕 简直丑得可怕 孙权看到后大怒 你这个丑八怪 哪里冒出来的 苏家就送这种货色给我 苏慈十分的淡定 孙少你先别生气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相貌丑了 但我妹妹可是夜城第一美人 想必她才是您的新娘 你瞧 这不就来了 这话刚落下 房门就被打开了 那时孙权看到了苏雪 猥琐的双眼 当即蹦践出了兴奋的光芒 连忙扑过去 新娘子 你可算来了 苏雪猛了 孙少 你干什么 快放开我 苏慈才是送给你的新娘 他大吼道 苏雪 住口 你的意思是 苏家要把我这个乡下来的丑女 嫁给孙少吗 你把孙少当什么人了 孙权用力把她推在床上 开心的大笑 恋你们苏家也不敢耍我 苏雪小美人 快来陪我好好玩玩 苏雪满面惊恐 被送上床的 应该是苏慈 怎么会变成她 孙少 放开我 不要 苏慈 救我 快救我呀 在苏雪的求救声里 苏慈走了出去 苏雪 只有你这个夜城第一美人 才能配得上孙少 还将房门紧紧地关住 忽然她的手机叮咚响了一声 打开一看 竟是傅玉发来的消息 小丑女 我终于找到你了 几秒后 傅玉又打了电话过来 苏慈没有接听 还以为傅玉是开玩笑的 怎么一直打电话骚扰她 绝不能再和这对书职 扯上关系了 可是这时 前方走来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傅玉竟然追来了 苏慈无语 现在没地方躲了 他只能推开了旁边的一个 总统套房的房门 快速躲了进去 但是傅玉也直奔这个 总统套房而来 大声喊道 小说 小说 苏慈这才意识到 这该不会是傅南城的房间吧 他扫了一眼这个偌大的房间 然后跑到床边 钻进了被子里 傅南城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低沉不悦的嗓音响起 傅玉 你叫魂呢 真的是傅南城 苏慈光听声音就已经确定 这是傅南城了 所以 他为了躲避傅玉 躲到了傅南城的床上 小丑女为了躲避凡人精 竟然爬上千亿总裁的床 傅玉不满的嚷嚷 小叔 听说你娶了夜城第一美人苏雪 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 我要见心甚甚 傅南城准备进被窝 被子被掀起 好 你过两天回家里吃饭 傅南城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 他被子里藏了人 苏然逼起了狭眸 伸手就掀开被子 苏慈那张有着长长伤疤的小脸 骤然闯入了他的视线里 竟然是他 这个小女佣 傅玉这个角度看不到里面 拿出自己的手机纳闷道 小叔 你看到苏慈了吗 他今天也在云里大酒店 但我没看见他 电话也打不通 傅南城冷笑 看到了 现在正在他的被子里 面对傅玉的询问 苏慈抬头 干净银亮的沉默望着他 祈求的 对他摇了摇头 不要将我供出来 就让我躲一会儿吧 傅南城表示想得美 要将他从自己的床上拎下来 丢出去 危机关头 苏慈扑过去 一把抱住了男人精硕的大腿 他柔软的身体突然扑过来 让傅南城狠狠一正 他挺刮的后背抵着床头 抠起了喉头 快速滚动了两下 该死的 身体莫名生出一股邪火 苏慈紧紧地缠在他的身上 跟个小水蛇似的 这时傅玉从手机里抬头 小叔 你怎么不说话 你有没有看见苏慈那个小丑女 傅南城迅速伸手 用被子盖住了苏慈 不让自己的侄子 看到被子下的一幕 他摇头 没有 那我出去找找 小叔 再见 傅玉出去了 现在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傅南城掀开被子 大怒道 抱够了吗 松手 苏慈从来没这么窘过 他快速将它松开 张了张嘴想解释 可是他的长发 勾到他玉袍的扭扣上了 整个人又被扯了回去 傅南城俊脸全黑 咬牙着英俊的腮帮 从喉头里滚出森然的字眼 苏慈 你是不是故意的 这样暧昧的姿势 让苏慈一张小脸滚烫似火 心跳顿时不受控制 我没有 我头发勾到你的扭扣上了 我现在就弄下来 傅南城 感觉他的小手蹭在了自己的身上 即使隔着衣料 他都觉得他摸过的地方 荡起一阵电流 直击内心 苏慈 你的手往哪里摸 苏慈一阵兵荒马乱 手都湿了分寸 我不摸了 你能不能帮我把头发弄下来 他伸手动作粗鲁的 将他的头发 从自己的扭扣上拽了下来 然后掀开被子就下了床 怒吼道 从我床上滚下来 苏慈迅速下床 站在他的面前连忙解释 少爷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房间 我也是按你说的 为了夺你侄子才进来的 然后不小心 傅南城打断了他说的话 我是让你离我侄子远一点 可没让你跑来勾引我 苏慈当即否认 我没有 傅南城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调戏的说 还不承认 你刚才和那个孙权去开房了吧 苏慈震了一下 原来 他看到他和孙权了 刚想开口解释 我那是因为 但傅南城完全不想听他的解释 一边吊着我侄子 一边又跟孙权来开房 现在还爬上了我的床 苏慈 你究竟知不知道 什么叫羞耻 苏慈看着他 突然勾起了红唇 我勾引你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怎么 你被勾引到了 小丑女竟然敢直接抢吻千亿总裁 傅南城一顿 你在说什么 苏慈挑了挑眉 一双银亮的成眸 溢出了少许妩媚的风情 难道不是吗 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是不甘心 被我这样的女人勾引到 恼羞成怒了 傅南城的眸色 舒然暗沉了下去 他抬手 一把掐住了他纤细的紧帛 苏慈 你着死 他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窒息感越来越强烈 他不想这么死了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傅南城心红阴力的盯着他 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 突然苏慈想到了什么 当即凑上钱 稳住了男人的薄唇 傅南城皱僵 他竟然抢吻他 想将他甩开 但是他的唇干净软甜 芬芳不已 让人忍不住沉醉 趁他发症的机会 苏慈一把推开了他 往后边退了好几步 傅南城满脸的阴沉 觉得自己真是疯了 竟然觉得 眼前这个喜欢招惹男人的小女佣 就是那晚的女孩 那晚的女孩是苏雪 不是他 他狠狠地警告 这是最后一次 再敢爬上我的床 你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说着抽了几张纸 擦拭自己的薄唇 就算要喜欢 我傅南城 也只会喜欢漂亮女人 别妄想了 我对你毫无兴趣 他冷漠薄情的话 狠狠地砸下来 苏慈什么都没有说 哼 谁稀罕 让他感兴趣 随后直接转身离开 苏慈进了洗手间 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傅南城讨厌他没有关系 等救出奶奶 他就会消失在他的眼前 然后走出了云丽大酒店 努力将当才发生的一切都忘记 这时傅玉从前方跑了过来 小丑女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找你半天了 这个阴魂不散的傅玉 竟然找来了 看来刚才他白躲了 目光清冷地看过去 傅少 你找我有事吗 傅玉笑眯眯的 非要有事情 才能找我女朋友吗 走 和我约会去 他解释道 傅少 那封情书不是我写的 我也不喜欢你 不会做你女朋友的 傅瓷想要离开 但是这时傅玉瞪大了双眼 无比震惊地看着他 小丑女 你的脸 天哪 傅瓷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为什么要扮丑 这时一到高大品拔的身躯 就从云丽酒店里走了出来 是傅南城 傅玉正好发现了自家小叔 当即大声叫道 小叔 小叔 你快看傅瓷的脸 傅瓷立刻躲在了他的身后 不让傅南城看见自己的脸 傅少 请不要将我扮丑的事情告诉别人 尤其是你小叔 傅玉不解的问 为什么 因为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 傅少求你了 千万把我保密 别说出去 见苏瓷的神色这么认真严肃 傅玉点头答应了 那好吧 我答应帮你保密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他醋了醋眉 什么事 傅玉满脸的高兴 做我女朋友 这个人是趁火打劫吧 他连忙拒绝 不行 我都说了 不喜欢你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有事先走了 他一抬头 就看见傅南城阴沉的毛子盯着自己 只好继续躲在傅玉的身后 他看到这一幕 更加怒了 迈开步子 朝他们走过去 傅玉唇脚笑了笑 那你给我个机会 做我一个月女朋友 一个月后 如果你还没有喜欢上我 我就不缠着你了 再不答应的话 一切都穿帮了 好 我答应 帅气多精的傅总嫌弃 她是一个卑微的小女佣 殊不知的是 她是幕后的大boss 苏瓷在身后赶紧补了一个妆 这十副南城走了过来 傅玉 你在这喊什么 苏瓷的脸怎么了 苏瓷补完妆了 从他身后走了出来 傅玉哈哈大笑 小丑女 别害羞了 快来见我小叔 小叔 小丑女正式答应 给我交往了 苏瓷感觉傅南城 冰冷犀利的目光 落在了她的身上 快要将她给盯出几个洞来了 刚从她的床上下去 现在就做了她小直的女朋友 也不怪 她会以为 她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了 这时 宋秘书低声提醒道 总裁 会议在半个小时后 就要开始了 我们该回公司了 傅南城收回目光 转身离开 傅玉今天非常的高兴 我很讲一气吧 你半头的事 一点没露线 我们约会去吧 我请你看电影 苏瓷拒绝了 不了傅少 我不想看电影 我先走了 说完她转身离去 傅玉叹了一口气 怎么又留她一个人 刚离开 一串悠扬的手机 铃声响起 黎兰给她打电话了 苏瓷按键接通 苏瓷 你现在立刻回家一趟 说完就挂断了 苏家 一进客厅 就听到了苏雪的哭声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妈 她绝对是故意的 苏瓷就在一旁 静静的看着他们表演 黎兰当即站起身指责 手在半空中仰起 苏瓷 你真是太恶毒了 你竟然骗你妹妹去孙权那里 你知道孙权是什么人吗 刚要打下去 苏瓷就拽住了她的手 轻轻笑了笑 原来妈也知道 孙权是什么人啊 我还以为妈不知道呢 这时 苏昌蓉一脸阴沉的走了进来 黎兰问道 老公 孙少那里怎么说的 苏昌蓉非常的愤怒 还能怎么说 本来孙少都帮我们把投标书 送到CC香水那里 只差正式合作了 可现在 苏雪把人家孙少头都给打破了 换成是你 你还愿意在中间牵线 苏雪委屈死了 爸妈 我才是受害者 这时都怪苏瓷 苏昌蓉责备道 就算你再乡下没人管教 也不能野成这样 你知道 孙少和CC 对我们苏家有多重要吗 她冷笑一声 以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为了和CC合作 你们可以卖女儿 黎兰醋梅 你是苏家女儿 苏家发达了 布也有你的好处 你就应该为苏家出份力 苏慈目光清冷地勾纯 我是苏家的女儿 苏千柔和苏雪布也是 他们怎么不出这份力 黎兰大怒道 苏慈 雪雪嫁给了傅南城 她怎么出力 还有千柔 千柔学历高 有调香天赋 这几年在法国深造 一直是苏家的希望 我没想到你这么自私 竟然只想着 让别人付出 苏雪大口破骂 苏慈 我们家养你 给你奶奶治病 你那张脸 能看得上孙权 已经是稍高香了 别不知好歹 苏慈挺着鲜柔的腰杆 我是想为了苏家处理 可惜我是个乡下丑女 人家孙少看不上我 帮不了你们了 说完 苏慈直接转身离开 苏昌荣气到心口疼 逆女 苏慈出了苏家 他拿出手机 发了一条短信 把苏氏的投标书 打包退回去 很快那端就回了一条 是BOSS 随后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这里 很快 苏昌荣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让他面色大变 什么 黎兰有点慌 老公 怎么了 他狠狠地咬紧牙关 一字一句到 CC香水那里 把我们的投标书 全都退回来了 帅气多金的副总 错把小女佣 当成自己的老婆 狠狠地欺负他 霸占他 黎兰跌坐在了沙发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气氛有点沉闷 这时苏昌荣想起了一件事 雪雪 你和傅南城怎么样了 他到底什么时候 苏昌荣一个拳头 重重地拍在了桌面上 费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你要是争气一点 我何必四处求人 别人都要来求我们 黎兰护着苏雪 昌荣 你再给雪雪一点时间 苏昌荣面色阴沉 时间我可以给他 但别把事情搞砸了 苏雪你别忘了 这段婚姻 到底是怎么来的 苏雪脸都一白 好的爸爸 我一定会尽快让傅南城 公开我们两家关系的 两年前 他在苏慈的房间里 拿走了一块玉佩 傅家无意间看到这块玉佩 竟然同意和他们联姻 但那时傅南城 还是个私生子 苏雪不愿意嫁给他 谁能想到 傅南城竟然成了 傅家掌权人 他必须再被他发现 一切以前坐稳 傅太太的位置才行 御元这边 苏慈正准备上床睡觉 苏雪却走了进来 脸色无比的暗沉 苏慈 今天晚上 你继续去陪傅南城 什么 还要陪傅南城睡觉 她是小孩吗 天天要人陪 苏雪看他没有回答 又威胁道 让你去你就去 别忘了 你奶奶还在我手里 想到奶奶 苏慈目光闪了一下 好 我去 你老公怀里那么舒服 那我就再替你去睡一睡 说完转身就走了 苏雪当即心有不甘 艳羡又嫉妒 作为傅太太 她都还没有睡过傅南城的怀抱 傅南城脱了身上的西装 进了沐浴间去冲澡 冰冷的水液 从头顶洒了下来 溅在她结实的肌肉上 她脸着俊眸 沉默地冲着冷水走 脑海里都是那张 有着一道长长伤疤的小脸 她竟然无视她的警告 真的跟她小侄谈恋爱了 她会不会将勾引她的招数 丢在她小侄身上用一遍 傅南城穿上黑色睡衣 走了出来 看见床上躺着的苏慈 一上床 就嗅到了女孩身上 那股清甜的体香 徐徐诱惑着她的神经 苏慈睁开了眼 盯着她 见她英俊的眉心 一直微微醋着 不禁小声问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惹你生气了 是那个苏慈吗 他冲她大吼一声 别提她 果然是因为她 她就这么讨厌她吗 傅南城意识到 自己的语气重了 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我只是不想谈 这些烦心事 吓到你了 苏慈摇了摇头 然后抬起小手 俯了俯她 微醋的眉心 很晚了 早点睡吧 我还不想睡 苏慈问她 那你想干什么 傅南城的谋色 一直盯着她的红唇上 开始妈撒 你说呢 说完她就俯下身 直接吻住了 她诱人的红唇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 苏慈连自己的心跳 都听不见了 她正正地看着 突然吻上来的男人 一时忘记了反应 几秒才回过神来 她只是来睡觉 可没准备 连这种事 都替苏雪做了 苏慈开始挣扎 两只小手抵住 她筋硕的胸膛 想向她推开 不要 你放开我 她的身体坚硬如磐石 纹丝不动 欺着她 苏慈只好用力 咬住了她的唇角 傅南诚吃痛 放开了她 她用手擦了一下 被咬的唇角 什么意思 苏慈集中生智 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我不是拒绝 我来姨妈了 不方便 傅南诚有点狐疑 真的 苏慈用力地点头 一脸真诚地看着她 当然是真的 傅南诚这才信了她 她的大手落在 她平坦的小腹上 轻柔着 肚子疼吗 苏慈乖巧地回答 不疼 这时 头顶就传来了她 低雅性感的嗓音 你来姨妈 应该不影响接吻吧 话落 挺拔的身躯压了下来 再次稳住了她的红唇 千亿总裁 只喜欢晚上睡觉觉的老婆 不喜欢白天娇滴滴的老婆 傅南诚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她 她这双碎亮的成眸 在被吻之后 惊起了一路水碌碌的波光 像受惊的小鹿 这份干净青唇 无可比拟 她狭长的眼梢里 落上星红 哑声问 没亲过 苏慈休暖地无法回答 除了那晚 她跟别的男人 都没有过轻密的举动 傅南诚嘴角扬起 放轻松 不会把你弄疼的 说完再次吻下了她 苏慈明显感觉 这一次她变得温柔了起来 她轻轻地碾压过她的红唇 极尽耐心地对她 不知轻了多久 她才将她松开 女孩一头黑色的长发 在雪白的枕巾上散落开 本红齿白 眉眼如画的样子 简直像个小妖精 傅南诚翻身 侧躺着 将她抱入怀里 轻声道 睡吧 一日清晨 苏慈在六点钟之前出了主卧 她在脸上补上伤疤 开始干活 这时苏慈脸色阴沉地走了过来 我老公醒了吗 没 我昨晚说 我来姨妈了 你记着别穿帮 苏慈当即抓到了重点 你为什么这么说 难道她昨晚想碰你 肯定是你个贱人勾引她 你要不要脸啊 苏慈脸色清冷地干着活 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看了她一眼 所以你为什么要让这个贱人 陪你老公睡觉 苏慈早知道 这个苏慈伶牙俐齿 那她现在就可以 命令苏慈过个十分钟 就进主卧 把昨天她老公换下的衣服收走 看着苏慈那充满算计的笑容 苏慈就知道 她又在盘算什么了 苏慈快速上了楼 推开了主卧的房门 傅南城还没有醒 她的机会来了 亲手亲脚地来到床边 躺了过去 慢慢往她身边靠近 可是还没有接触到 傅南城就警觉地睁开了眼 双阴笋般的立谋 直直地射向了她 你干什么 苏慈有点心虚 老公 我来陪你睡觉 傅南城坐了起来 冷声道 下去 让周神把床单被子全部换掉 以后白天不准上我的床 苏慈下的脸色一白 这时哒一声 主卧的房门打开了 苏慈出现了 苏慈当即伸手 拉下了吊带睡裙一次的肩带 将白皙的胶机露了出来 然后她胶滴滴地扑进傅南城的怀里 老公 你讨厌 人家还不方便呢 傅南城被这么一扑 眉头紧重 她扭头看向了门边 苏慈那张长长伤疤的小脸 落进了她的眼底 此时她站在门边 显然没想到 会看到她和苏雪在床上的这一幕 愣了一下 傅南城心情更不好 滚出的字眼 森然慎人 你怎么学的规矩 男主人的房门想开就开 滚 苏慈转身就跑了 她以为她想看 简直辣眼睛 她在客厅里 听到了傅南城发怒道 你也丢滚 再有下次 手就别要了 苏慈当即呵呵笑 她也不过如此 苏雪来到苏慈的面前 故意笑道 你认清现实了吧 知道我老公为什么这么生气吗 因为你打扰了我们的好事 苏慈没什么表情 原来苏雪让她十分钟过去 就是为了让她看到他们夫妻恩爱的样子 抱着双手嘲笑道 我不仅看见了 还听见了 你老公叫你也滚出去呢 苏雪刚想发火 就听见富裕的声音响起 小叔 小叔 你起床了吗 苏雪立刻迎上去 富少 你怎么来了 富爵双眼一亮 当即道 小丑女 你怎么在我小叔家 咦 苏慈一听就知道富裕将苏雪当成他了 毕竟两个人的脸一模一样 他刚想说话 但是这时 楼上传来了一道低沉的嗓音 什么半丑 富裕 你在说什么 苏慈心里咯噔一跳 糟了 千亿总裁终于察觉出来了异样 直接逼问小女佣 你的脸为什么和苏雪一模一样 富南城十分认真的看着富裕 刚才你为什么会认错人 富裕支支吾吾的说不出半句话 富南城的目光落在了苏慈脸上 深邃的霞眸缓缓眯了起来 以前他怎么没发现 苏慈没有伤疤的左半边脸 竟然跟苏雪很相似 冷声命令苏慈 你过来 于是来到了富南城的面前 少爷有什么吩咐 富南城将他扯了过来 然后伸手挡住了他脸上的伤疤 他清冷绝力的小脸就露了出来 果然和苏雪是一模一样的 他幽黑危险的让人如临深渊 告诉我 你的脸为什么跟苏雪的一模一样 苏雪当即解释 老公 他照我的脸整容 那疤就是整容失败留下的 富南城看着苏慈 是吗 苏慈只能先认下了 是 他不动声色的盯着他看 说出了让他心惊肉跳的话 那你有没有骗我什么 比如 把伤疤遮起来 冒充苏雪 苏慈一脸的冷汗 他开始怀疑了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他还不知道 他脸上的伤疤是假的 抬起头来 少爷 就算我用粉底遮住伤疤 也经不起戏看 根本瞒不过枕边人 的确 这两碗睡在他怀里的女孩 一点妆都没有化 小脸蛋干净软嫩 毫无瑕疵 富南城丢下一句威慑警告的话 最好你们不要骗我 不然有你们后悔的 说完转身离去 那股强大压迫的气场一抽离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好险好险 差一点就被富南城给发现真相了 富玉上前一步 小丑女 你怎么 在我小叔这座女佣啊 我给你翻倍工资 你来做我的专属女佣吧 苏雪双手抱胳膊 嘲笑道 富少 你怎么会看上苏慈这种整容祸 富玉醋眉 叫你一声小婶婶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我看你才是个整容怪 苏雪极度的咬紧牙龈 他不知道 苏慈什么时候勾搭上 富家这位小霸王的 他笑眯眯的看着苏慈 怎么样 小丑女 跟我走吧 以后本少爷养你 本少爷有的事情 这时富南城低沉不悦的嗓音响起 富玉 他却而复返了 你和我一起去公司 我考察一下 你最近金融和管理学的怎么样了 富玉顿时哀嚎连天 不要啊 小叔 那我通知你爸 停了你所有信用卡 那你 停了他的信用卡 有的是钱的富玉 被自家小叔这一巴掌给扇猛了 好 小叔 我跟你去公司 富玉不舍的看了一眼苏慈 小丑女 我下次再找你玩 叔子俩终于都走了 这时丁一声 他手机来了一条短信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立刻跟我小只分手 简单霸道的几个字 苏慈就猜出 这是富南城发的 这话和他侄子去说吧 他只想救他奶奶 没时间和他们纠缠 他看向苏雪 苏雪 说吧 我奶奶究竟被你们藏在哪了 他得意的笑了 别妄想我会告诉你 苏慈拿出了一张照片 是昨天在酒店里 孙权将苏雪 给压在床上的照片 苏雪面色大变 你什么时候拍的 快点把照片给我 说完伸手去抢 苏慈往那边一躲 轻松的躲开了 告诉我奶奶在哪 不然我就把照片发给富南城 让她知道 你给她戴了顶绿帽子 苏家都要跟着遭殃 苏雪脸色一白 他没想到 自己昨天被苏慈算计 只好求他 不要告诉他 苏慈冷声冷语 那你还不快说 我奶奶在哪里 他咬着牙道 中山医院311 苏慈勾唇 苏雪 我走了 这次不会再回来 苏雪听言 顿时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什么 他不回来了 那以后怎么办 晚上 富南城带着宋秘书 回到育员 进了书房 富南城坐在办公椅上 正在批阅文件 过了 但CC那里 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富南城皱眉 那么大的架子 往后靠了靠 让人送杯咖啡过来 没过一会儿 书房门被推开 周沈将咖啡送了过来 富南城冷漠问道 苏慈人呢 刚才我回来就没看见他 他不干活在做什么 周沈朝他低了低头 回少爷 那个小女佣辞职了 辞职了 难道他去他小职那里 做什么个人专属小女佣了 他已经警告过他两次了 他竟然敢这样 无视他 富南城拿出了手机 翻出苏慈的电话号码 然后拨了过去 中山医院这边 苏慈正在病房里陪奶奶 这时手机就响了 他拿起手机一看 是富南城打来的电话 他直接挂掉了电话 然后将他的号码 拿入了黑名单 自从小女佣离职后 千亿总裁的心情欲欲寡欢 这是喜欢上那个小女佣了吗 他再次拨过去 电话提示音传来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这时 敲门声响了起来 他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敬 宋秘书小心翼翼地开口 总裁 CC那边说 说他很忙 你想定去除胎记的香膏 得找他秘书预约 排队 富南城听到这话 连立刻阴沉了起来 他又拨了一次 还是一样的提示音 宋秘书提醒他 总裁 你不用再打了 对方的电话 应该已经打不通了 他不解的问道 为什么 因为 对方可能把你拉黑了 富南城直接把手机扔在桌面上 他从来没有被人拉黑过 幽黑的毛子 瞬间凝结成冰 一张俊脸 鹰雾到能滴出冷水来了 宋秘书瞥了一眼他的手机 通话记录竟是小女佣 原来总裁定的 驱除胎记的香膏 难道是给他加小女佣呢 现在还联系不上人家了 富南城的眼睛 再次飘了过来 出去 宋秘书一溜烟地跑了 他像是 发现了大秘密一样 好劲爆的豪门恩怨 现在书房里 就剩下了他一个人 转身来到了落地窗前 只觉得心情郁洁 不知道是被 CC那里气的 还是被苏慈 那个小女佣给气的 最后 他发现自己的心情 开始被他左右 这是一个很坏的迹象 走了也好 以后两个人 不会再有交集 富南城出了书房门 少奶奶呢 让他来我的房间 佣人恭敬地回答 少爷 少奶奶的母亲摔了一跤 他赶回娘家 照顾母亲去了 富南城蹴了一下剑梅 直到第二天 富南城先去了公司 整个人都阴沉下来 脸色相当的不好看 大家都感觉到 自家总裁心情不佳 大家不敢惹火烧身 有人找到宋秘书 悄悄地问 谁惹到我们的大包子啊 宋秘书挑了挑眉 十分神秘 大概是因为一个小女佣嘛 下了班 富南城驾车 来到了一品蓝别墅 看富盈盈 输入了密码打开门 他刚走进去 就听到了富盈盈的嘻笑声 慈慈 你就安心住在这 我小树人可好了 不会赶你出去的 盈盈 谢谢你 苏慈边跑边 回头看富盈盈 很快 他一头撞进了一副 金瘦的胸膛里 苏慈只觉得自己 撞上了一堵硬邦邦的墙 好痛啊 当少女曼妙柔软的身体 突然扑进怀里时 富南城阴挺的身躯 疏然僵住 竟然是这个小女佣 怎么又是她 这时富盈盈出声道 小树 你怎么来了 小树 她这是 掉进富家人窝里了吗 富盈盈调戏道 小树 你怎么还抱着我家刺刺 一尺溜的小蛮腰 你就说好不好抱 苏慈这才发现 她还抱着自己 她当即挣扎了一下 想摆脱她 富南城忍不住 多抱了一会儿 这时女孩开始挣扎 她才放开了她 富南城没想到 自己家的小女佣 竟然跑到她的别墅来了 刚才还撞进了她的怀里 富盈盈 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富盈盈拉住了苏慈小手 小树 辞辞是我邀请她来陪我住 富南城冷漠地 看了苏慈一眼 立刻搬离这里 苏慈没想到 她一来就赶她走 可是她必须住在这里 后院养的鬼蓝 对她来说有大用 她可怜兮兮地求着她 富总 求你了 我奶奶住院了 每天都需要 交昂贵的医疗费 我真的没有地方去 富南城扭头 目光落在她烟红的唇上 娇嫩可人 忽然就想起了 那天和她那个 缠绵翡翅的亲吻 微微滚动了一下猴姐 然后她说 等你找到房子 立刻搬出去 说完她上了楼 苏慈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男人 吃软不吃硬 小女佣和小侄女在一起 看一本花名册 里面全是各种帅哥腹肌 千亿总裁知道后 脸色阴沉 立即训斥 这种你怎么解释 自己不学习 还带坏我侄女 富盈莹拉着苏慈 坐在了沙发上 慈慈快坐好 我跟你分享点好东西 可以拒绝吗 苏慈想起 上一次富盈莹 分享给她的好东西 一本不良杂志 这时 富盈莹神秘兮兮地 拿出了一本小册子 这次可不一样 这可是我的后宫花名册 全是帅哥的联系方式 慈慈 这个小奶狗怎么样 天天黏着你 苏慈连忙摇头 不了不了 那这个呢 撸铁的 一看妖力就很好 他们的吵闹声 已经传到了 富南成的耳朵里 不禁地皱了皱眉 两个小丫头 又在干什么 两个人丝毫没察觉到 此时一道高大挺拔的身躯 已经来到了门边 沉声训斥 在看什么 这么好看 乍然听到男人的声音 苏慈吓得立马拦住 这本花名册 富总 我们再写作业 富南成剑步来到他的面前 鹰雾强大的气场 迅速在他面前 附下一层阴影 那这是什么 富盈影一双无辜的大眼 看着苏慈 小叔 是慈慈拉我看的 苏慈瞪大双眼 看着富盈影 还有这操作 富南成拿起那本花名册 随手翻了一下 里面全是各式各样的花美男 堪比大型后宫 看的人眼花缭乱 他怒急反笑 苏慈 这是你怎么解释 你自己不学习 还要带坏我侄女 苏慈无语了 瞧他这话说的 他侄女还需要别人带坏吗 苏慈知道自己长了两张嘴 都说不清了 富总 我学习 我现在就学 他伸手去翻自己的试卷 没想到啪一声 一本杂志掉了下来 他低头一看 竟然是富盈盈 硬塞给他的那本不良杂志 现在杂志翻开了 就算自己长了一百张嘴 都说不清了 立刻将杂志捡了起来 藏在自己的身后 这时就听到了男人 音悟到咬牙切齿的声音 这就是苏小姐在做的作业 苏慈一双水漉漉的沉眸望着他 试图辩解 富总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看帅哥犯法吗 都什么年代了 我们就不能接受点心教育 看着女孩 阵阵有词的伶牙利齿 富南成英俊的脸塞 争鸣的魔动 读词 信不信我堵上你的嘴 正在偷听的富盈盈 双眼一亮 当即插嘴道 堵嘴 小叔我怀疑你在开车 苏慈慌张地捂住他的嘴 乖巧地认错 富总 我们错了 下次不敢了 富南成脸色阴沉没说话 如果这个小女佣 再敢挑战她的底线 她什么意思 都有 随后冷哼一声 拂袖离开 男人一走 富盈盈当即讨好道 慈慈 对不起 我不能让小叔发现 她肯定会告诉我爸妈 苏慈表示 有意的小船已经翻了 她收拾书本就走 富盈盈赶紧开口 这样吧 慈慈你觉得我小叔怎么样 我去把她腹肌照稿来送你啊 苏慈炸开了 惊恐地看着富盈盈 不知道她的脑袋里 怎么有这么可怕的想法 别害我 我不要 说完苏慈就跑了 富盈盈了然地点了点头 肯定苏慈对她小叔有意思 富基照必须安排好 第二天 苏慈早早地起了床 先去了别墅的后院 这里已经被她改成了花房 这也是 她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的原因 这里的风水好 能养起她的宝贝们 她走到了这朵幽灵鬼蓝边 经过她多日的悉心呵护 白色如鬼魅的鬼蓝 很快就要绽放了 到时 她会研磨成香膏 帮富盈盈驱除脸上的先天胎记 这时 她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是中山医院打来的电话 苏小姐 你奶奶醒了 她兴奋地直奔医院 病房里 苏慈伸手抱住了奶奶 奶奶 你终于醒了 我好想你 奶奶虚弱地 睁开眼看着苏慈 然后抬手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疼爱道 我的慈慈来了 你的玉佩呢 苏慈想起 玉佩不在自己的身上 奶奶 玉佩在苏家呢 奶奶已经虚弱地闭上了眼 好孩子 玉佩不能丢 快去拿回来 苏慈点点头 好 奶奶你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 她立刻来到了苏家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去拿玉佩 但是玉佩早已经不见踪迹了 她的玉佩就放在这里的 除非被人拿走了 逃难回家的苏雪 看到苏慈惊讶到 苏慈 你怎么回来了 苏慈清冷的眼神看过去 我来拿我的玉佩 听到玉佩这两个字 苏雪面色大变 质问她 我的玉佩 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苏雪满眼的心虚 苏慈死死瞪着她 声陷无比的冷清 把我的玉佩交出来 高大英俊的副总 听见老婆说 那晚的是不记得了 瞬间毛子深沉 挑逗道 那要不要我今晚 帮你好好回忆一下 苏雪里直气撞倒 苏慈你东西丢了 找我干什么 说我拿了你玉佩 你有证据吗 苏慈大步向前走 那我去你的房间找 苏雪立即拦住苏慈 你敢 苏慈伸手 将她用力地一甩 滚开 她发现自己的鼻子流血了 非常的痛 崩溃的尖叫 我的鼻子 来人 快来人 这时捂住鼻子的苏雪 来了一个电话 是傅南城打来的 我让司机去接你 我们回傅家一趟 我母亲要见你 她现在鼻子歪了 怎么见人啊 难道要大家知道 她是个整容货吗 苏雪想推脱的 但是那端嘟嘟两声 直接挂断了电话 现在该怎么办 苏雪当即看向了苏慈 苏慈 你替我去见我婆婆 她面无表情吐出两个字 有病 还想让她当替身 门都没有 苏雪听到这两个字 脸色大变 不去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吧 我这就把一切都告诉傅南城 你说她知道真相 会不会把你掐死 苏慈脚步一顿 会 傅南城已经这么做过了 现在那鼓子可怕的窒息感 似乎还在 苏慈闭了闭眼 好 我去 苏慈来到了傅家 傅南城已经在等她了 英俊的眉心 透着一丝冷酷的不耐烦 怎么来得这么慢 苏慈缓出声 我第一次见婆婆 有点紧张 多收拾了一会儿 傅南城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怎么感觉 她今天换了一个人似的 长长的头发 跌到雪白的耳后 水碌碌的成眸 秀琼的小鼻翼 还有烟红的唇 傅南城的嗓音揉了几分 今天没化妆 苏慈乖巧的摇摇头 没 要不还是化上妆 傅南城嗓音低沉 不用了 我妈等很久了 我们先进去吧 说着 朝她伸出了宽大的手 我妈一直催我结婚生孩子 等会儿在她面前 我们要装成恩爱夫妻 苏慈乖乖的牵上了她的手 傅南城握住 带着她进门 刚走进客厅 就听到了傅夫人 左顾右盼的声音 傅南城去接我儿媳妇 怎么还不回来 都给我把门看好了 别让她又找借口溜了 傅夫人转眼看到了 傅南城身后 那道娇柔的身影 她当即笑哈哈的 你可回来了 妈等你好久了 这位就是我儿媳妇 苏慈乖巧的叫了一声 妈 傅夫人当即应响 她对这个儿媳 十分的满意 好好好 雪雪是吧 妈早就听说过你的事了 随后小声的说 你就是扮了我儿子 那个采花大盗吧 她没经验 妈悄悄问你啊 那天感觉怎么样 苏慈巴掌大的小脸 疼一声烧开了 那个刻意埋在 记忆深处的夜晚 顿时浮现在了脑海 她只能说 我什么都不记得 傅夫人哈哈大笑 雪雪 今晚咱们一家人 一块吃顿饭 你也尝尝妈的手艺 苏慈微微一笑 好 傅南城看见苏慈垫脚 也拿不到柜子上面的饺子皮 她走了过去 长臂抬起 轻而易举地越过她 拿到了饺子皮 苏慈轻声地说了一句谢谢 傅南城却没有将饺子皮给她 她将她困在自己的怀里 然后阴挺的腰背低下去 将一张俊脸凑近她 低声问了一句 那晚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苏慈脸上的红韵 瞬间染到了雪白的耳垂上 一双小露眸 惊起一路失路的碎光 傅南城从喉头里 滚出一道漫不经心的低哑笑声 她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可爱 她不禁逗她 那要不要我今晚 帮你好好回忆一下 高大英俊的副总讨厌 小女佣私生活混乱 她就将计就计 主动吻上了她 现在你也脏了 大家共同沦陷吧 副婆人走了过来 雪雪 是不是够不到东西 你放着我来拿吧 当她看到自家儿子 将儿媳妻在怀里时 她哀悠一声 转身就走了 打扰了 你们继续 苏慈恨不得钻进地洞里 想从左边溜走 但是她往左 男人就往左 她往右 男人就往右 高大的身躯恶劣地 将她堵在这里戏弄 苏慈伸手沾了一点水 直接浇到了她的骏脸上 让你堵着我 傅南城往后退 她趁机一溜烟地跑了 看着她鲜柔的背影 傅南城用手将脸上的那点水擦掉 然后发出了一道愉悦的笑声 一家三口吃了水饺 傅夫人笑嘻嘻的 儿子 雪雪 我已经在楼上安排了房间 你们早点休息 苏慈瞥了一眼傅南城 什么 又要和她一起睡 想起两个人睡在一起的第二晚 她深深地将她稳住 她就面红而至 傅南城去了卧室 脱掉外套后 听见苏慈的手机响了一声 她忍不住看了一眼 消息是傅玉发来的 谋色一声 难道傅玉和苏雪有联络 这时 苏慈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傅南城扭头看她 傅玉给你发信息了 她为什么会给你发消息 苏慈觉得自己 早晚要被傅玉给害死 她强装镇定地上前 拿走了自己的手机 哦 她不是喜欢那个小女佣吗 想找我再多问点苏慈的事 我看她俩挺配的 傅南城深邃的狭毛里 不见喜怒 我看不般配 傅玉心思单纯 苏慈配不上她 她配不上傅玉 原来这就是她一直反对 她和傅玉在一起的原因 我看苏慈也没有得罪你 你怎么对她有这么大的意见 傅南城走上前 看着女孩的小脸蛋 伸手捏了捏 然后说了几个字 她私生活混乱 苏慈狠狠地咬紧牙关 她觉得苏雪干净 觉得她脏事吧 苏慈气不打一出来 她突然点起脚尖 直接吻上了她的薄唇 她脑海里在想 现在她也脏了 大家一起脏吧 傅南城高大挺拔的身躯一将 手伸过去 搂住了她 隐隐一握的小蓝腰 几分钟后 傅南城目光暗热地盯着她 别急 我还没有洗澡呢 傅太太 苏慈又听到了自己 舒然加速的心跳声 本来她是不服气的 但她不是傅太太 苏慈将她推开 你先去洗澡吧 傅南城看她性感的身材 滚动了一下猴杰 走进沐浴间冲澡 她便上了床 打开了手机短信 当看到傅玉给她发的这条短信时 她同人一说 小丑女 明天跟我去约会 约什么会 她还在这里当替身 苏慈迅速回了一条 我明天没空 傅玉又发过来了一条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约好的 如果你明天不来 你的秘密 可就保不住了 苏慈关掉了手机 将自己埋在了被子里 很快被子被掀开 洗完澡的傅南城上了床 你闷在被子里干什么 也不怕闷坏了 她不怕被闷坏 感觉自己都快被玩死了 苏慈赶紧抱住她的腰 撒娇般的开口 我明天有点事 不能陪你和妈妈了 可以吗 见她这么乖巧 生现十分温柔 我妈希望我们在这住两天 你明天干什么去 去给你小职约会 这话能告诉你吗 苏慈扬起巴掌大的 亲力小脸看着她 我妈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我明天想回去陪陪她 行不行吗 老公 她低头看着怀里的女人 没松口 不行 她不是吃软不吃硬的吗 只要绊绊可怜撒撒娇就行了呀 苏慈颤了颤雨节 小脸凑过去 亲了她一口 老公 求求你了 你就答应我吗 傅南城面对这样的诱惑 根本无法拒绝 伸手一提 直接将她抱到了她的身体 傅南城忧生暗热的目光 盯在她的脸上 嗓音低哑地问 傅太太 那天的事 你忘了没关系 我们可以重现一遍 高大英俊的副总 再和娇妻做羞羞的事 不要房门被打开了 瞬间泡汤 苏慈的脸通红 害羞死了 傅南城挑起剑眉 那天晚上 你爬到我身上 解开我的皮带 苏慈迅速伸出两只小手 捂住了她的嘴巴 害羞死了 你别说了 她的手又软又香 傅南城看着她 然后亲了一下她的手心 苏慈吓得迅速将手抽了回来 她干什么 怎么亲她手 下一秒 傅南城抬起了上半身 两只小手 抵上她筋硕的胸膛 想要将她给推开 傅南城睁眼 目光星红地盯着她 带着淡淡的不满 她竟然不让她亲 这是夫妻义务 我的傅太太 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房门突然打开了 傅夫人直接摔了进来 原来傅夫人 一直趴在门外偷看 傅南城眼急手快地 将苏慈从自己的身上抱下去 扯过被子 将她护在自己的怀里 她一脸黑地看着傅夫人 傅夫人狼狈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风味都没了 苏慈往沐浴间跑去 我先去下洗手间 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身影 傅南城颓废地倒了回去 她抬手遮住了眼 滚动着侯姐 一日 傅南城开车离开 问道 你回苏家跟妈说过了吗 苏慈点点头 嗯 辛苦 老公送我 半个小时后 车子停在了苏家门口 苏慈伸手去挤安全带 老公 我先下车了 傅南城直接拉住了她 傅太太今晚回家吗 苏慈抬头看她 回家干什么 她高大阴挺的身躯 迅速气压了起来 继续昨晚没做完的事啊 昨晚你都没张嘴 昨晚暖昧的画面 瞬间闪现在脑海 苏慈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一溜烟地跑了 再说吧 拜拜 傅南城看着她 离去的背影 愉悦地勾起薄唇 然后她拿出手机 给宋秘书打了一个电话 将地极之心拍下来 送到苏家 苏慈跑远了 她用手捂住自己的小脸 她的脸真的好烫啊 每次傅南城斗她时 她就会脸红心跳 身体发软 不受控制 她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她在脸上补了一道伤疤 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跟傅玉会合 傅玉开着一辆 张扬的法拉利跑车来了 她手里还抱了一大束红玫瑰 小丑女 这花是送给你的 苏慈赶紧拒绝 傅少 不用了 傅玉直接将红玫瑰 塞到了苏慈的怀里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嘛 拿着吧 还伸手搂住了她的肩 等会先去看电影 被搂住的苏慈身体一僵 她发现傅玉的触碰 让她浑身难受 这时 一道尖锐的喇叭声就响起了 一辆车停了下来 傅南城那张俊美惊冷的脸庞 出现在了视线 傅玉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 小叔 好巧啊 苏慈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这也能遇见 怎么哪都有她 傅南城深邃的狭谋 居高临下地 向他们腻了过来 成熟稳重的长辈 威严混合着上位者的气场 今天不是周末吧 你们不去上课 反而偷跑出来约会 第一次约会 就被自家小叔给抓包了 傅玉很无语 这时苏慈十分的尴尬 他一直讨厌她 肯定又觉得是她的错 滚回去上课 丢下这句话 傅南城急迟而去 傅玉很怕这位小叔 自然不敢违抗小叔的命令 他哭丧着一张脸 小丑女 我们今天的约会泡汤了 不过顺路送你回学校吧 苏慈突然觉得 遇到傅南城 也不是一件坏事了 至少他拯救了自己 让他不用去约会了 小女佣偷偷地看 千亿总裁的腹肌照 不料被当场抓包 这下惨了 竟然要求他脱衣服 苏昌荣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 对着他 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废物 怎么至今还没爬上傅南城的床 你自己看看 你现在的样子 你以后还有什么机会 苏雪下的瑟瑟发抖 一句话都不敢说 这时 大伯苏君带着大伯母 还有他们的女儿苏尔来了 哟 我来得不巧了 赶上二弟教育女儿 他走过去 将他扶了起来 冷嘲热讽道 二弟 你被CC香水 退回了标书 也不是小雪的错 不能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大伯母插了一把刀 是啊二弟 你这打坏了 让雪雪以后怎么找男朋友 我们玩 现在在超模圈炙手可热 要不让他 给你介绍介绍 苏雪咬紧牙关地瞪着他们 用不着你们猫裤耗子 我已经有男友了 苏尔轻蔑地笑了笑 呀 雪雪姐 原来你的脸是整出来的 难怪二叔生气 现在傅家公子们 都不喜欢整容脸 苏雪再也忍不住了 谁给你的脸 在这阴阳怪气 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 她是 她刚要说出来 就被苏昌荣阻止了 小声提醒 傅家还不愿意公开 你也没有坐稳傅太太的位置 不要给我惹事 苏尔嘲笑一声 雪雪姐 你不用硬撑场面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时 女佣匆匆地跑了进来 老爷 二小姐 她看过来 打开包装 礼物录了出来 天哪 这是价值连城的地级之星 苏雪惊呆了 她没想到 竟然有人将地级之星送给了她 肯定是傅南城送的 没有别人了 昨晚苏慈 到底干了什么 苏雪用身体把她挤开 这是我男朋友之前拍下送我的 没想到今天送来了 拿起地级之星炫耀 婉儿妹妹是超模 之前肯定带过很多名贵珠宝吧 有人送你地级之星吗 苏君脸色顿时很难看 二弟 雪雪这男友 之前怎么也没听你提过 显得我们怠慢了 苏昌蓉一副得意满满的样子 她可是个大人物 过几天会来我的生日宴 到时候 你们自然认识了 大伯母假意地笑了笑 既然雪雪已经有了男友 那我们也不便介绍了 我们可就期待二弟的生日宴 渐渐这大人物了 随后 他们拾去地离开 二弟 那我们就先走了 出门后 他们就露出了本色 我呸 什么大人物 谁知道那地级之星是不是假的 等着老二生日宴看好戏吧 苏昌蓉夸奖了他一番 干得不错 过几天我生日宴 你一定把傅南城请来 到时候 正好公开你们的关系 苏雪点点头 知道了 爸 说完就转身回自己的房间 他气急败坏 狠狠地摔东西 苏慈到底使了什么手段勾引 事已至此 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让他公开他们的关系 这边别墅里 苏慈的手机叮咚响了一声 他打了一声哈欠 拿起手机 点进去看一看 他这一看 魂差点都被吓掉了 原来是傅音音发的消息 苏慈别生我气了 他我小时候的傅姬 照你是不是喜欢他 要不你做我小婶婶吧 他把图片点开了 傅南城的傅姬照 清晰地摆在他的眼前 这个身材简直是绝了 只要是个女人 都会喜欢 苏慈看得脸都红了 这是一道沉冷的声音响起 还没看够吗 苏慈错愕地转过头去 就看见他那一双狭眸 舒然眯了起来 可怕得要吃人似的 傅南城迈开长腿走了过来 喜欢我 还想当小婶婶 苏慈当想解释 想了想还是算了 他这么讨厌自己 无论解释什么都没有 傅南城从喉头里 滚出一道冷亨 都被我当场抓到了 还在狡辩 苏慈拿出手机 当着他的面 将那张照片给删了 他那张俊脸阴云密布 删掉照片就完了 苏慈根本不想理会 你不是还穿着裤子吗 有什么的 言下之意 他还有点可惜 想将他看光光 傅南城真没见过 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修长有力的手指用力 捏住了他小巧的下颌 苏慈 我上次说的还不够清楚 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 我有妻子 我喜欢他 也绝对没有出轨的打算 苏慈的心 还是狠狠难受了一下 他竟然真的喜欢苏雪啊 我知道了副总 以后这种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傅南城阴森的盯着他 你不会想 就这么算了吧 苏慈干净凌亮的成眸看着他 那你想怎么样 他吐出几个薄情的字眼 把你衣服脱了 高大英俊的副总 竟然有特殊爱好 要求小女佣脱衣服 苏慈大吼一声 告诉他 不可能 傅南城奔着他的乡间 将他禁锢在这里 俊美的眉眼一婴 想让我亲自动手 他的大手 来到了他的开山上 用力往下一趴 他白袭的肩带露了出来 吊带配短裤 清纯少女的标配 傅南城是要羞辱他的 但是看到这一幕 他的同仁 还是被刺激的狠狠一锁 苏慈气愤的抬手 用力的往他的俊脸上删去 他那双峡眸 已经附上了一层可怕的力气 苏慈 你活腻了 苏慈眼眶红红的瞪着他 是你先动的手 放开我 他的目光就落在了他的肩带上 还没完 刚才的照片里 我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公平一点 苏慈已经察觉到了他的意图 他奋力挣扎 傅南城 你敢 傅南城抬手 手指缓缓凑过去 他用力的扑上去 点起脚尖 一口咬在了他的肩膀 傅南城快速的 将他按回了墙壁上 他仰起眸子 不甘示弱地看着他 傅南城 你究竟是想泄愤 还是想看我 傅南城听到这句话 见眉一簇 他凑近到在他面前 跟个小妖精似的 你嘴上说着讨厌我 但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就这么对每一个 接近你的女人 你的傅太太知道吗 傅南城这才意识到 他高大挺拔的身躯 已经压在了他的身上 穿着一身西装的成熟男人 将一个清纯娇柔的女孩 压在墙壁上 他看着才满18岁的样子 这一幕太暧昧 太惊急 意识到这一点的傅南城 瞬间将他甩开了 苏慈捡起地上的开衫 快速地裹在了身上 傅总 你还脱不脱了 不想脱我就上楼了 傅南城心红狠立的眸子 向他看了过来 不用了 这回只是警告 如果再有下次 我绝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你 丢下这句话 他绝情地转身离开 英俊的眉头紧簇 伸手摸了一下 他咬伤的肩膀 为什么自己总是受他影响 这是丁一声 苏雪给他发了一条手机短信 老公 递急之心收到了 我很喜欢 想到昨晚 苏雪在他怀里的温存软语 又骄又跌的那一声声老公 傅南城紧促的眉心书展开了 他回了一条 喜欢就好 苏雪又发来了一条短信 老公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姨妈走了 最后一句话 极尽暗示之意 傅南城勾起了薄唇 我很期待 第二天 苏慈接到了苏雪的电话 苏慈 今晚你继续去陪我老公 我说我姨妈走了 你不要穿帮 苏慈营亮的成眸里 勾出一抹冷笑 行 你们等着吧 说完他直接将电话给挂了 苏雪该说 你天真还是喘呀 傅南城下了班 从公司开车 一路回到了傅家 得知苏雪还没有回来 赶紧发了一条消息 你怎么还没回来 此时身在苏家的苏雪 接到这条短信吓了一跳 直接拨出了苏慈的手机号码 可是没打通 这个苏慈答应的好好的 怎么还没有回去 他慌乱的 又打了好几通电话 还是没打通 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 苏雪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电话接通了 他质问道 苏慈你搞什么 为什么突然关街 你知道我老公等了多久吗 苏慈与其平静 我的玉佩呢 把玉佩给我 刚才的事就是要告诉你 这场游戏是我说了算 如果你不把玉佩给我 我哪里都不去 苏雪顿时被拿捏住了 气得牙痒痒 玉佩我明天给你 但今晚你必须去赔富南城 要不然被发现了 大不了我们与死网破 苏慈不想再去了 可他别无选择 只能点头 好 我去 但这是最后一次 说完挂断了电话 今晚是他最后一次当替身了 这是他最后一次当替身 也是最后一次 陪千亿总裁睡觉觉 富夫人看见苏慈来了 立刻赢了上去 雪雪 你回来了 妈让人给你热菜啊 他笑眯眯的摆了摆手 不用了 妈 我吃过了 富夫人注意到 他的手腕上空空的 富夫人当即拿出了一个翠绿的玉手镯 带进了苏慈纤细的浩腕里 传家之宝非常贵重 苏慈顿感愧疚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骗子 在欺骗富夫人的感情 妈 这个我不能收 富夫人笑着道 收下了雪雪 本来就是传给儿媳的 给你最合适 以后 这里就是你家 没人能欺负你 苏慈心里一暖 有富夫人 这个婆婆真好 她第一次羡慕起苏雪来了 苏慈先暂且收下 找个机会再还给富夫人吧 她拿出了一个香囊 送给富夫人 妈 这个是我亲手缝制的 放了一些香料 不值什么钱 以后你贴身带着 富夫人接过香囊 就闻到了一股 沁人心脾的香气 她非常喜欢 真好看 雪雪 这礼物太贴心了 这时 一道稳健的脚步声 响起 富南成来了 他看着他道 回来了 苏慈点点头 嗚了一声 富夫人催促道 那你们快去休息吧 我也要睡了 富南成牵住了苏慈的小手 带他回房 回到了房间 富南成觉得 他的手横了 手怎么这么冰 话还没有说完 苏慈就将自己的小手 给抽了回来 顺手将手腕上的那个玉镯 给拿了下来 递给富南成 富南成看了一眼玉镯 然后将目光 落在了他的小脸上 低声问 不喜欢吗 嗯 不喜欢 见他没有伸手接 苏慈就将玉手镯 放在了床柜上 不是他的东西 他不会要 苏慈转身进了沐浴间 先去洗个澡 富南成俊美的眉心皱了一下 不明白他今晚怎么了 怎么对自己这么冷淡了 很快洗过澡的苏慈就出来了 他掀开被子 躺在了他的身边 不过 离得很远 富南成伸出剑壁 叫他睡过来 苏慈动了动 睡到了他的怀里 女孩闭着眼 鲜长的雨 截如蝴蝶产一般 安静地垂落下来 又乖又美 富南成伸手摸他的小脸 今天怎么了 苏慈扭动小脸 离开了他的手 富南成目光 落在他诱人的红唇上 他欺过去 吻他 他没有反抗 不过也没有配合 只是被动地承受着 富南成半个身体压上来 见他不是太愿意 大手就撑在他的身侧 低雅的声音 带着淡淡的红宠 富太太 张嘴 苏慈睁开眼拒绝 不要 富南成目光炙烈如岩浆 气笑了 不要 那你还收我送你的钻石 不要 那你还发信息聊我 他没有 收他钻石的是苏雪 发信息 聊他的也是苏雪 苏慈眨巴着雨节看着他 逗你玩的 不行啊 他转了一个身 将心柔的后背留给他 我今天真的很累 先睡了 富南成只好无奈地躺回去 烦躁地挠了挠头 盯着他看这个没良心的小东西 将他转了过来 睡到自己的怀里 这时他的动作突然一将 因为透过衣领 他看到了他漂亮的蝴蝶锁骨 在锁骨左下方 竟然有一朵三瓣桃花的胎记 他想起自己回国的那一晚 他出现在自己的房间 当时他就看到这朵三瓣桃花 看来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富南成抱着他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 富南成醒了 竟发现身边空空的 苏慈已经不在了 他为什么每一次都起这么早 这时丁一声 他的手机响了 苏雪发信吸过来了 老公 昨晚睡得好吗 富南成勾了一下薄唇 回了两个字 很好 苏雪又发过来了一条 老公 我有件事想和你说 明天我家会举办我爸的生日宴会 你能来参加吗 富南成挑眉 回复道 可以 小女佣私自来到了酒店热舞 吸引来了很多男人 不料千亿总裁一直盯着他 脸色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气 他瞬间吃醋了 恨不得把他吃干抹尽 苏慈接到了苏雪的电话 苏雪说 玉佩不在他那里 两年前那块玉佩 随着她的嫁妆 一起进了傅家 要去傅家找 苏慈无语了 傅家家大业大 他怎么去找 他的玉佩 怎么到了傅家 这件事顿时变得复杂了起来 忽然 他的手机叮咚响了一声 傅盈盈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此此有时间吗 等会儿一块儿去逛街啊 半个小时后 他们在商场会合了 两个人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随后看到了熟人 是苏雪和他的好姐妹李轩 李轩率先嘲笑道 丑人跟丑人一起玩 真是绝配啊 苏雪一副假惺惺的模样 别这么说 他们已经很伤心了 他哈哈一笑 雪雪 你就是太善良了 傅盈盈听言 恶心的都要吐了 还以为哪里来的臭味 原来是某些人的口臭 苏雪脸色大变 他当即冲到傅盈盈的面前 这时 苏慈挡在了傅盈盈的面前 他那双清亮的成眸 笑盈盈的看着苏雪 苏雪 你最好对盈盈客气一点 不然以后有你后悔的 傅盈盈 可是傅南城最宠爱的小侄女 竟然连老公的侄女都不认识 真是蠢到家了 苏雪心情很好 伸手摸了摸自己脖肩的地级之心 我后悔 你能认识什么大人物 知道这是什么吗 李轩向他们炫耀 苏慈 这可是价值几个亿的地级之心 雪雪的男朋友送他的 明天他还会出席叔叔的生日宴 苏慈立刻不爽了 这是要公开的意思 看来苏雪马上要飞升了 他兴奋死了 前台走去来刷卡 看着两个人的背影 傅盈盈咽不下这口气 慈慈 这个苏雪好大的口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明天就嫁给我小叔呢 苏慈看了毫不知情的傅盈盈一眼 猜得可真准 他拉着苏慈的手向前走去 大好的日子 怎么碰上他们了 真会气 今晚我请你去酒吧放松 晚上天上人间酒店 苏慈有点担忧 盈盈啊 我们还是回去吧 要是你小叔知道了 肯定会生气 傅盈盈叫他放心 他又不在这 他拿出了两个面具 来把这个戴上 我们一块去跳舞 苏慈接了过来 戴上 将脸给挡住了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傅盈盈拉着苏慈 往舞台中央走去 这里都是重金属的音乐 群魔乱舞 傅盈盈开始挥动小手小脚 贴着苏慈 就来了一段热舞 苏慈无奈的一笑 那今晚就忘记一切不开心的事情 尽情放动一下吧 他也开始扭了 动腰枝 扭得像水蛇一样 两人当即成为了舞池的亮点 很多男人涌了过来 围着苏慈和傅盈盈跳 此时 一个幽静偏僻的包厢里 傅南城坐在主位上 修长的指尖燃着一根香烟 他那张俊脸 他深邃如阴笋的霞眸 穿透一切 落在了舞池那里 落在了那两道身影上 刚才苏慈和他小侄女进来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他们 今天他是来应酬的 身边坐了一个老总 老总见他一直盯着舞池里 有些奇怪 傅总 下面跳舞那两个美女 看着年纪不大 原来您喜欢这种女学生 傅南城低腰 在烟灰缸里扣了扣烟灰 不是 那是我侄女 李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哦 原来那两个都是傅总的侄女啊 傅南城顿时没了抽烟的兴致 骑身就走 傅南城大步进了舞池 眼神透着一抹阴冷的寒气 可怕极了 舞池里的男人们 都在疯狂地拥挤 有人不悦地嚷嚷道 谁啊 别挤了别挤了 很快 他们就看到了傅南城 自觉地让出了一条路 傅盈盈一惊 都觉得自己头晕出现幻觉了 小声地说 思思 我小叔来了 这里太吵杂了 苏慈根本就听不到傅盈盈在说些什么 傅盈盈用手指指了指后面 小叔 我小叔就在你的身后 苏慈不解地转头 竟然看见傅南城 苏慈真的没想到 会在酒吧的舞池里碰到他 鲜长的雨节颤了颤 他叫了一声 傅总 傅南城冷眼看着他 谁让你带我小侄女来酒吧跳舞的 高大英俊的傅总逼问小女佣 他却没有 小女佣醉酒后 被一个陌生男人带走了 千亿总裁终于慌了 放下手里所有的事 开始来寻找他 傅南城紧握着拳头 明明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为什么自己这么在意他 苏慈真是受够了他的坏脾气 仰头看向他 我来跳舞 是我的自由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在生什么气 傅南城谋色一按 拉着他的手 转身就走 傅盈盈赶紧地拉住了苏慈 小叔 是我带慈慈来的 傅南城声线冰冷 慢吞吞地吐出几个字 你闭嘴问你了吗 忽然同学叫住了他们两个 苏慈 傅盈盈 你们两个过来玩啊 我们盯的卡座就在旁边 都是同学过来一块玩啊 傅盈盈高兴地点头 好啊 慈慈 快来 他猝了猝眉 我也去 苏慈正拖了他握着的手 傅总 我们年轻人聚会 您工作忙得很 就不必参与了吧 搞得大家都不自在 傅南城明显的谷月 带着凶狠的目光看过去 同学立刻表态 你是不是认识那个人 他好帅啊 刚才还牵着你 他看起来好境遇 你有他微信吗 苏慈摇了摇头 他是盈盈的小叔 我可不熟 他刚说完 就发现傅南城 一直在盯着自己看 他对了一下口型 不熟吗 苏慈脑海里浮现出 昨晚睡在他怀里的画面 他半个身体 压在他身上吻他 他可一点不境遇 有人开始发牌了 见苏慈没有动 提醒道 想什么呢 抽啊 他这才回过神来 抽了一张牌 苏慈运气很不好 拿了最小的牌 牌点最大的 是一位男同学 男同学笑道 苏慈同学 现在我来提问 请问 你的第一次还在吗 苏慈抬头看着大家 诚实回答 没有了 大家当即叫了起来 没想到你这么开放 快说 你第一次给谁了 陆南城阴雾森额的目光 落在他的脸上 苏慈苦涩的笑了笑 又哪里招惹他了 这种眼神看着他 傅音音勉强一笑 小叔你也来玩吧 第二轮游戏开始了 苏慈发现自己真的很背 因为他又拿到了最小的牌 这一次最大的牌 竟然在傅南城的手里 他黑黑一笑 慢慢凑了过去 我的问题 是你的第一次 给了谁 这个劲爆的问题 再次将现场的热度 推到了高点 大家催促道 苏慈 遵守游戏规则 快说是谁啊 苏慈下意识里 看向了傅南城 傅南城也在看着他 他很想大声告诉他 我的第一次给你了 但是他没有 苏慈拿起酒瓶 接受惩罚 他一下子 喝了十瓶啤酒 很多都有点微红 苏慈自嘲的笑了笑 他在傅南城眼里 恐怕真的很不堪 随后起身摇摇晃晃的 走去厕所 几分钟后 他从厕所走出来 却被继绍给拦住了 目光猥琐 上下打亮着苏慈 刚在楼上 还以为是哪个小美女 扭得这么带劲 原来是苏家的丑女 脸是丑了点 但身段不错呀 苏慈有点醉了 不想跟这个人啰嗦 他转身就走 继绍伸手 一把搂住了苏慈的腰身 他拼命地挣扎 放开我 这一幕 正好被跟傅南城 谈生意的李总看见了 快速给傅南城 打了一个电话 喂 傅总 你侄女被继绍 拖进106了 你快来一趟吧 此时的傅南城还在大厅 他手里握着手机 看了一眼 傅盈盈还在 苏慈却不见了 他不应该觉得奇怪 在他看来 他游走在各种男人之间 不知廉耻 不懂自爱 没有男人才不正常 胸腔里 还是附上了一层力气 冷漠道 李总 随便他吧 他爱跟谁玩 跟我没关系 这时 宋秘书过来提醒道 总裁 该走了 明天一早 您还要出席 苏家的生日宴会 这一下 傅南城的眉心 直接皱成了一道穿字 因为 如果不是宋秘书提醒 他都忘记苏家的生日宴了 也忘记了苏雪 忘记自己 还有一位傅太太了 现在他的眼里 心里都是苏慈那个小女佣 面色阴沉如水 直接跑了出去 来到了客房走廊里 开始寻找房间号 他健步上前 一脚踢开房间门 冲了进去